本來,我這樣講好了啦,我們那個社區協會理事長,胡敬德,我們掌聲歡迎一下 他本來是參加環保聯盟,要投訴一個事情 就是說,這條溪,還有那個北溪、南溪,是不是還給他們一個自然的河川,讓他們以前的魚蝦貝類可以回來 結果呢,他在環保聯盟講一講之後,我們秉恩來這裡看,我們說,怎麼有這個水利化電廠,這個可以來推利人百分百喔 所以,我們就改選耕倉啦,不是說,水利,不是說生態保育不幹啦 所以我們還是,目標,還是希望把這條溪,富裕回來 這裡面有那個鞭仔跟鞭仔,那個大型的魚鏈二三十公分長的 結果因為,最近水利發電也好,或是農田水利也好,整個溪流的生態,破壞很嚴重 所以我們胡敬德理事長,以前喔,他就複裕好幾次,放很多那個鞭仔回來,結果幾年之後又不見 一直努力喔,我們掌聲歡迎一下我們胡敬德,胡理事長 我們這個,營業處的,周主辦 我們掌聲歡迎周主辦 那是不是,理事長先開始,還是周主辦 周主辦先給我們介紹,然後我們再請理事長來說明,他的這個生態保育的理念 好,我首先代表台東區處,歡迎大家來這裡參觀 順便開一下我們電廠 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發電廠 目前這個叫做開關廠 這個線路是 11KB,也就是一萬一千伏特 電壓,透過那個高壓輸電線送到台東一次電電所 然後跟全省的系統,並聯在一起 那,我們目前是有兩部機組 所以內裡有兩個 變壓器 這個發電器是3300伏特 變壓升高到一萬一千伏特 由那兩台的變壓器把它升高 變壓升高以後 透過這個 我們稱之為斷路器 這個斷路器這個開關 我們投入以後就送到台東一次便電所 跟台電的系統並聯 這個是開關廠的功用 那再來是發電機在底下 我們等一下去看 再來介紹 好,上報告,謝謝 是不是理事長先說明一下 非常謝謝各位 各位遠到來的 有一些教授 還有這些我們 立盟的 歡迎到我們部落來 我們部落也是 也將近差不多有1600個 本口傳統林也是差不多有兩萬公頃 那我們也是期待為 我們這個部落 來加入這個什麼 還串流式的 發電廠 這個民國30年 等一下他會 這邊的那個什麼 發電廠的人員會 跟各位來介紹這個 那當時呢 我當村長的時候 就一直在推這個生態 因為我要看看 我們部落的生態的資源 能夠統合起來 不要被其他的 像農田水利櫃 把水解走以後 剛剛教授也有講 那我們所有的生態都改變了 現在的魚類也沒有 變成似乎鍋魚 鋁魚 都是外來種的 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核式奇葩 或者是那個什麼高生固椅 都已經不見了 我也是呼籲過好幾次 我也從紅葉溪 或是其他的鹿鳥溪 請人家 來到這個部落裡面 來放生放羊 到最後還是被這個水一直衝擊 這邊也有這個什麼水利花電廠 它的高度也是30幾公尺 水壩 所以這個我們的魚類都沒有辦法上去 螃蟹呢也沒有辦法到河邊 到海邊去產卵 就慢慢慢慢就已經 這個生態就破壞了 那我們都是用直升機 載到裡面 尤其是我們這邊有個大南溪 我們有個大南北溪 剛剛進來說大南北溪 所有這個林務幾年又設 就是差不多15個的那個什麼 藍沙壩 高度也是50公尺 所以魚類一直沒有辦法上來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想來推 結果我就做一個生態的那個什麼 計畫 結果圓明慧呢 還有縣政府 他認為我這樣做法是屬於 違反憲法的第八條 他說限制人民的自由 往來我有限制 有一個限制區 有一個觀山區 有一個垂吊區 我是這樣的去區分 他認為說我有是限制區 也有收取這個什麼 維護會 所以他說不准 所以一直我民國101年就推這個 到102年呢 也在推可是沒有辦法去再繼續 再把這個我們自己的水源能夠整治好 那這個呢我們還是要繼續努力 第二個來各位來講說 我們是很期待為了這個力能百分百 既然我們秘書長陳平坑還有教授他們 都一直在推這個 那我們也是從103年就是一直到立法院 來我也一直在推這個什麼力能 把力能以後 那現在已經有點出現 大家也開會開會立盟啊什麼 我們的開會都已經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能夠在我們部落做一個 全國裡面部落裡面設一個 齁就是 就是 綠色能源自主 用民主的方式來自主 把我們的所有的串流式 這個花電廠還有太陽能 能夠發展起來 能夠 二方面呢 這個我們的產業 我們的產業這個以前也是日本人建的 日本人建的這個什麼花電廠 還有幾些以前在 為了建這個花電廠 就是要維修那個什麼 日本的飛機 那就是做這個電廠 進來去維修這個什麼 飛機 還有這個電廠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用這個透過我們自己的部落的產業 讓其他的觀光 像國外日本或是其他德國 有太陽能有水力花電廠 這樣子推的話我們的產業會更好 對部落這個產業也可以利用 所以我們一個再推這個 也謝謝各位來協助 把我們這個部落 我們期待能夠做得更好 也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薩寶 謝謝 謝謝 來那個 你來拜 來來再接 接著我們 先往下走 現在是大 放那樣 現在 剛剛過去 現在都在維修 現場都沒有水 看一下 應該都是空的 那邊沒有水 因為是泥沙 沒有 我們現在全部那個泥沙全部都擋在外面 沒有辦法進來 現在變成那邊被淹了 要清淋 要清淋 你沒有發現 這條陷入颱風就壞了 不過給他們看一下 那個水池 上面是水池 水水池 它有一個脂肪更風下來 那個想想要 為了戰爭這目的 和我前面陸一開 那個是十年之後 你們剛好進來 我住得更大小 你們 進來 架子撐風 水滿起來 有力的力,可以站起來 沒有滿臟那麼厲害 很精力的留到發病鋪 有精力的 它那個鋪肉跟老鋪肉 就讓它進去 所以我們每一段時間 我們就跑 我們就跑 把它先起起來 上面那一台就這樣 把它吵枝 然後這裡 這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水道 這個叫做玉水道 如果這個水 太高的時候 它會從這個玉水道流出去 流到外面 流到那個小小的水道 它會流下去 如果跳機的時候 發電機它會關閘門 那這個水會滿緊的 如果不做這個水道的話 那個水就會 跑到電腦裡面去 是很麻煩 所以 只要有一些氣流 它的風雨就是 所以它蠻小心的 讓那個水 從那天前裡面 都要保護它 把肥燃器的水拿走 那我們如果說 沒有發展出 接用水的 水填性 那我們的溪流生態 看是不太容易恢復 看這個也是這樣 這台電的這個發電 我們怎麼樣 接觸生態 這個也是要三老金 要不要去下面看一下 我們要去看那個 浮水 我們要去看那個 吩咬 那是浮水 那是浮水 我們要去看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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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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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會旋轉 因為這個 旋轉的力量是靠水 用水把它 沖 衝了以後它會旋轉 帶動這個東西 這個本來是插在這裡 轉動以後 跟磁場 產生磁力線的切割以後 會產生電壓出來 會產生 3300浮特的電壓 送到外面的 那個 升壓以後 再送到台東PS 全省併臉 3300 可以做人子彈嗎 福特是3300 3300 這個是 他買的電池嗎 對 電池 電池 他 他 他是自己 電然後 對他提起電器 對